男朋友拍照速成班第三课 开课啦 这期的主题是如何在约会的时候 给女朋友拍一组照片 这期视频只是举了个例子 视频里每组照片都用不了几秒钟 劝他留下美好的回忆 拍图案 如果和女朋友一起坐车 反正等到目的地也很无聊 你偷偷给女朋友拍几张照片吧 一定要偷偷拍 不要告诉他 也不要让他发现 你可以拍他发呆的样子 或者昏昏欲睡的样子 被发现了也继续拍 让他尽情凹造型 在你的镜头下 他是最美的模特 Part 2 逛街的时候 放开他的手 让他走在你的前面 人潮汹涌没关系 让他大量地往前走 就算拍到各种表情包 卸脸啊 翻白眼 或者奇怪的表情 但是你要相信 拍一百张总有一张是能看的 Part 3 约会的时候总会吃饭吧 等上菜的时候 别玩手机 和女朋友来来天 顺便拍拍他 如果你比他先吃好 别又掏出手机 刷什么朋友圈呀 微博什么的 可以给女朋友拍拍他 吃饭的愁样子呀 Part 4 和女朋友吃好饭 就去喝一杯下午茶吧 记住一定要找环境漂亮的那种 一起约会的时候 可能有时候找不到话题 那就给他拍拍照 缓解尴尬 让女朋友尽情凑作地摆姿势 除了拍脸 还可以拍一些细节 拍的时候记得多夸他 让他处于放松的状态 吃东西的时候 可以和你互动 还可以和食物互动 一口又一口 再一口 拍他吃东西 特别享受的样子 如果约会有点累了 让他趴着面对窗口 拍几张假装忧郁的样子 或者是闭眼假妹的样子 Part 5 晚上散步送他回家 天黑拍照可能更有感觉哦 晚上到马路的时候 你可以左手牵着女朋友 右手拿着相机 让他怎么做做怎么拍 只要好看就行了 让他原地转圈螺旋起飞 或者笑嘻嘻对着你 赶紧拿相机咔嚓几张 在一起越久越容易忽略 那些不经意 但是温暖的细节 除了记录 更重要的是 去感受在一起的 每一分每一秒 好啦